今天我們講第26課 《祈禱的重要》 我們這本書有四課講祈禱 講一個小秘密給大家聽 原來和我審批這本書的人 天主教區其實有三批人 其中有一批說 祈禱這四課是全書最漂亮的四課 不知道大家是否認同 我們講第一課 祈禱是重要的 我這裡有一句很漂亮的說話 不是基督徒需要祈禱 而是你不祈禱的 你根本不能夠成為基督徒 這是很重要的 耶穌自己的表現是怎樣的 第一 耶穌在重要事件前一定才祈禱 例如他公開全教生活前作四十咒夜的禁食和祈禱 柬門徒前上山切夜向天主祈禱 松茸就以前的山縣祈禱 第二 耶穌祈禱的特質是什麼 祂稱謝天父 祂常作長久的祈禱 例如切夜祈禱 在地點方面 祂喜歡退入荒野 祂叫人進入內室關上門祈禱 在時間方面 有時祂在清晨天頌浩克的時候祈禱 記得有一次我在大陸講秘靜 原來他們在東北 你知道東北是靈石祖光 是四點半就起床 五點鐘就開始做事了 五點鐘開始默想等等等等 到七點鐘的時候 即是我們香港人起床 他們開始做事了 哇 那些時間很好用的 清神就祈禱 好了 聖經關於祈禱有什麼教訓呢 我們看第一 一、不斷祈禱 聖經教人要 不斷祈禱 不要灰心 保錄也教人要 不斷祈禱 事事感恩 二、以信賴之心祈禱 天父是我們的慈父 他認識我們多於我們認識我們自己 也愛我們更甚於我們愛我們自己 他不但願意 而且也有能力 賜給我們所需要的一切 懷著信賴之心向上主祈求 他一定會把最好的賜給我們 但我們要記著 祈禱並非獲得天主恩重的條件 因為這位愛我們的天父 在我們祈求他以前 已知道我們需要什麼 我很想強斷這一句 耶穌真是說的 在你們祈禱以前求我以前 我已經知道你們需要什麼 一個六個月大的寶寶 他是不釋求爹地媽媽給什麼 但是爹地媽媽會把最漂亮的東西 最需要的東西給他 我們的天主是好過我們的爹地媽媽的 特別剛才那句 天主認識我們多過我們認識我們自己 天主愛我們多過我們認識我們自己 天主為我們的安排 給我們的精打細算 好過千千萬萬倍 這些是盡量的基礎 我們一定要先相信這些東西 還有 真是耶穌來到世界上 祂不單是想給我們恩典 也想我們成為別人的恩典 我們是世界的恩典 因為我們能夠創造和平 我們是父母的恩典 因為我們的行為會光中要做 我們是學生的恩典 因為我是一個作育英才的老師 我們是恩典 不要經常求求求求求求 這個真是不妥的 好 第三 第三 以讚眾之愛和感恩之心祈禱 讚美和感謝 是基督徒祈禱的最大特色之一 上主實在太偉大了 值得我們時常讚美 他對我們實在太好 值得我們一生感謝 聖經有許多對天主的偉大讚詩 如聖母讚主曲 扎加利亞感恩歌等 聖詠更有許多讚美感恩的詩篇 第四 就要以悔罪之愛去祈禱 悔罪不是自怨自艾 而是一種助人奔向上主的動力 裡面包含了不少的依賴 讚美和感謝上主的成分 聖經更加認為連罪人都要祈禱 記著那位悔罪的祈禱 就是在祈禱之後成為二人 第五 雖然聖經說求就得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求而不得 所以就要以堅忍不拔之心去祈禱 第五 以堅忍不拔之心祈禱 雅各百宗徒認為 人即使在各種試探裡 在嚴重的考驗中仍當祈禱 向下慷慨施恩於眾人 而從不擇斥的天主祈求 祈求是要有信心 祂不可懷疑 第六就是代土 以文包物語之心去祈禱 代土是愛人之心的愛人 我們愛人所以我們要為祈禱 在尼撒裡 在信有託問的時候 我詞上加多一句 我們的教會是一個關心世界 熱愛人類的團體 我們現在就把我們所關心的人 所愛的世界交託給上主 我們為祈禱 所以代土是愛人之心的愛人 一個人如果熱愛人間 關切世運 他又就會自然地為所關心的事 為所愛的人祈禱 如果我相信天主 又知道天主能夠賜福給眾人 我就會很自然地向天主提及 我所關心所愛的人 基督自己事上為人祈禱 如果我們多為父母子女朋友陌生人祈禱 這也是增加我們對他們的愛和關懷的方法 這三角形我舉個例子 我們一家三口 爸爸我們兩兄弟 有一天我們 其實我們天天一起吃飯 有一天我回家 我和爸爸兩個 爸爸就說 我和爸爸說 他和人家打架 然後去了警察 這就是祈禱 我和我愛的爸爸 講關於我關心的小孩 這就是祈禱 功不功效 這些是次要的 我們對關心世界的天主 講我們所關心的人地事物 這就是代徒 第七 祈禱的功效 你們祈求 不論求什麼 只要你們相信必得 就必給你們成就 唯一是我們求而不得的原因 是我們求得不當 好像小孩子向父母求利刀 或一些危險的玩具一樣 但無論如何 對於誠心祈求的人 尚主一定賜給他豐富的恩寵 如果不給他所渴求的 也會把另一些恩典賜給他 在這裏我想提醒大家 其實天主 不是將恩寵賜給我們 祂將自己都給了我們 一個六個月大的小朋友 回到嬰兒床裏 醒了 不見到爸爸媽媽 哭 但他看到旁邊有很多公仔 那些是爸爸媽媽給他的玩具 玩具可不可以使這個寶寶不哭 不可以的 一定要爸爸媽媽來到 小朋友需要是爸爸媽媽 不是爸爸媽媽買的玩具 好 今天我們的小朋友已經喜歡玩具 不喜歡爸爸媽媽 這就是一個真正的墮落 真正的扭曲 有人問玩具是為誰發明的 不是為小朋友發明的 是為爸爸媽媽發明的 小朋友最需要的是戴玩具 會動的會說話的玩具 即是爸爸媽媽 如果爸爸媽媽經常陪著子女 聊天聊天玩 遊玩 行山 帶單車 遊水 他們不是太需要玩具 反過來 你賣了所有的玩具 給他們 現在不能說 現在的手機可能是 有手機可能是不需要爸爸媽媽 也不一定 其實子女是需要爸爸媽媽 不是需要玩具 天主有時候不讓我們玩具 但是天主將自己給了我們 我們都應該成為 天主是我們的恩典 我們都應該成為別人的恩典 我希望大家明白 祈禱就是這回事 現在我們講一個最靚的經文 叫做天主經 三、最美麗的經文 天主經 天主經是耶穌親自教我們念的經文 內容十分豐富 下面只是一些提示 希望我們能領會到耶穌教我們念天主經的用心 我們的天父 天主不單是神 也是父親 而且是我們的父親 因此我們彼此都是兄弟姊妹 舊時天主教又叫做要理六端 即是說如果一個人臨死了 要領洗 是外教人 他什麼都不懂 你教他天主教六端道理 那他可以領洗 我現在告訴大家 其實你真的需要的就是一端 那個一端就是我們的天父 如果全人類 整個天主教、基督教、東正教都相信這句說話 我們只有一個父親 人類是一個大家庭 我們只有一個天主 世界是一個國家 既然我們都是天父的子女 我們彼此都是兄弟姊妹 如果你只是明白這句說話 按照這句說話的生活 這個世界一定是大同世界 而大同世界就是天主的光榮 所以我覺得 這個天主經我們每天念或每天唱 其實我們沒有特別想過 它的真正內容是什麼 我喜歡旁邊的人嗎 我明白遠在地球另一端的 世界盡頭的那幫餓死的人 他們都是我們的兄弟姊妹 因為我們只有一個父親 叫我們的天父 願你的名受顯揚 願你的國來臨 願人人都認識 歸向這位眾人的大父 讚美他的名 希望一個正義、人愛、和平的境界 早日來臨 這是人人歸於上主後 必然達至的結果 遇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間 如同在天上 歸於天主的最主要表現 就是按照他的旨意生活 服從他早於創世時 便以為萬物與人生而定下的規律 愛的規律 達至幸福的規律 求你今天賞給我們 日用的食糧 依食足而後知榮辱 我們也應求天主滿足我們每人和 全體人民的物質上和精神上的需要 求你歡恕我們的罪過 如同我們歡恕別人一樣 互相歡恕是基督徒的美德 天父便是這樣無條件地歡恕了我們 不要讓我們陷入誘惑 但救我們免於兇惡 面對未來我們都有如臨深淵 如你薄冰的危機感 希望天主能一一為我們指點 處處助我們安度 阿曼 為頒我們的祈禱 蒙主誰運 這就是天主經 我我們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顯揚 愿你的國來臨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間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尚給我們 日用的食糧 求你歡恕我們的罪過 如同我們歡恕別人一樣 不要讓我們陷入誘惑 但救我們免於兇惡 阿曼 這裏十分鐘要說天國 愿你的國來臨 耶穌經常都說 我再說 耶穌建立教會 天主要找尋一班 志同道合的人 跟他一齊建設天國 天國臨近 天國就在我們的心中 天主的國其實就是天主 是天主的統治 是天主為王 the reign of God 世界上哪個是最大的 不是哪個總統 不是哪個皇帝 不是經過爸爸媽媽 不是哪個獨子獨女 是天主 天主才是最大的 清朝的太監 見到主旨 咋地蹲下 阿拉丁神燈說 Master your will is my command 你的意願就是我的命令 做孝子的要先意成之 我們在這裏提過的 你和爸爸媽媽一起看電視 他突然間 你立刻 爹地 熱茶來了 潤下喉嚨 不等爸爸說 你做了 這個叫先意成之 天主就是愛 天主等於愛 愛就等於分享加歡恕 記住這些最簡單的東西 天國來臨在我心中 是有效的統治 他在我心中 所以我聽他的說話 我舉個例子 如果你賣鞋 有一個很挑剔的姐姐來賣鞋 一對兩對三對二十對摊開 他突然說 我都不喜歡走了 你想怎樣 你會怎樣 會不會很激氣 但我想告訴你 你激起他又要走 你不激起他又要走 其實你服侍他 那二十分鐘已經激到爆了 他走的時候你繼續激 所以他走了之後 不是他激你 是你自己激自己 不過你都可以問一句 如果你是耶穌 或者耶穌是你 耶穌會怎樣做 你以為耶穌會怎樣做 就是這個 有效的統治 我覺得如果我是耶穌 這個我怎麼做到 如果我是耶穌 我會說 小妹妹或者姐姐 對不起 我們這間店舖太小了 下一次我們會盡多一些鞋子 你來呢 他回來的可能性都有 真的有 你這樣做一下 你會做成一個大的連鎖店 因為你的態度 好 這個就是耶穌 因為為什麼呢 耶穌有時候會很可憐他 哎呀這樣的妹妹仔 這麼挑剔 怎樣 他會可憐人多過會咒賣人的 OK 天國來臨 在我心中是有效的統治 統治我的家 統治我的教會 社區 國家 世界 統治人心 統治制度 統治靈魂和肉身 天國來臨 改變我們的價值觀念 要我們欽崇一 天主在萬有之上 而不是什麼健康 瘦身 錢 權等等 我們的基本選擇 fundamental option 就是天主 天主最大 天國內臨 天主經是天國的土民 我們的天父 因為眾人都是兄弟 願你的名受顯揚 希望天主的名 天主的一切 我們會招屍無上一切 一會兒我們會說這件事 願你的國內臨 就是你的統治超越一切 不是誰喜不喜歡 求你今天想給我們 日用的食糧 日用的食糧 不是一輩子的 食糧要分享的 即是分享我們的時間 金錢 才能 和愛心 求你寬恕我們的罪過 好像我們寬恕別人一樣 一個彼此寬恕 寬恕的文化 是重要的 為什麼天主經重要 因為在這個世界上 我們學到的不是寬恕的文化 是租賊的文化 是踩下你的文化 還要踩下你的文化 是那種文化 很糟糕 包括基督徒在內 都是不僅要打下你 還要跪下 這是我們的文化 寬恕 彼此的寬恕 甚至寬恕自己 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 但給我們免於兇惡 終極的幸福和安全 因為是天主全能的 今生與來世都安全 阿瑪 因為天主一定會聽我們的祈禱 甚至我們祈禱之前 天主已經知道我們需要有什麼 祂將自己都給了我們 所以什麼都會給我們 好了 其實什麼叫寬恕 寬恕是人生最好的策略 寬恕別人 就是善待自己 消滅一個敵人 最好的方法 就是做他的朋友 不是父仇不共大天 不是國仇加恨 不是那些東西 不斷地報仇 是我消滅了你 你就消滅我 我的兒子和你的兒子 等等等等 這個冤冤相報 何事了 消滅一個敵人的最徹底方法 就是做他的朋友 一千個朋友太少 一個敵人太多 我不知道你信不信 千萬不要說納敵人 因為一個敵人 正時間十年之後 你忘記了 不過後來你去見宮的時候 傷害你中傷你的可能就是那個人 他跟那個老闆說某句話 你便玩完了 你其實不知道雖在哪裡 是的 一個敵人是太多的 因為這個敵人隨時出擊 基督的愛是歡恕 耶穌十字架上 向天父說 父歡恕他們 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 在這裡我不知道 我以前聽過一句說話 我幾刻骨銘心 Don't blame the victim 不要責備那個受害者 其實壞人、壞人 他是受害者 做壞人是不開心的 做壞人是不快樂的 不斷很惡地對待別人 他都知道自己是毅毅父的 他不會智人無夢 睡覺的時候都會笑出來 不會的 壞人、壞人、惡人 其實是可憐人 很多事情使他變成壞人 變成壞人 變成壞人 所以他是個 victim 其實他是個 victim 沒有好的家教 沒有好的學校 沒有好的同學 沒有好的父母 沒有好的社會 是個 victim Don't blame the victim 不要責備那個受害者 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 做什麼 不要讓自己雙重受苦 剛才賣鞋的時候 你已經被那個妹妹搞到生氣了 他走了 還苦 那就雙重受苦 其實有人罵你 就當他唱歌 或者當他瘋了 或者當他狗肥 狗肥 你沒有蹲下就和他鬥肥過 是不是 就是這樣 其實他很可憐 為他祈禱 傳統的祈禱是單香的 我求天主保佑他 我求天主賜給世界和平 單向的 單程的 好不好 不好 我是要求天主替我辦事 這個是推卸責任 是不負責任的祈禱 天主我告訴你 我們需要世界和平 麻煩你賜給我們 所以有些人說的靈修 我其實不是太喜歡的 和平是天主的恩賜 所以求天主他就會賜給我們 我真的不喜歡這個說法 和平是人神共創的結果 人生有兩面 守背、守心 守心是天主 守背是我們 人神一起創造 天主和父母一起去教導子女 天主和老師一起去教導學生 不是你求天主幫你教學生 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是人和神一起去創造世界和平 不只是求天主賜給我們世界和平 如果這句說話是對的話 全世界古往今來 不知幾多人 大聖人、教宗、主教 每個都求世界和平 求了這麼久 就沒有世界和平 天主佔了人生的百分之五十 我們佔五十 你不求他都做了 那看你做了多少 真正的祈禱呢 是雙向的 我求天主賜給世界和平 我都求天主讓我成為和平的工具 成為世界祝福 這樣的祈禱呢 是負責任的 我會決志 我會覺醒 這樣的祈禱會給我力量 這樣的祈禱會使我的腦 知道我有責任 使我的心 我想盡責任 手腳 我有能力去盡責任 這就是祈禱 這裏呢 我有一個很漂亮很漂亮的故事 和大家分享的 這個剛剛是兔年的時候 我證出來的 應該是幾多年前 四五年前 我很喜歡的 找兩個小小白兔 跟我們讀吧 兔子靈修 可我還是想你 大兔子和小兔子一起吃飯 小兔子捧著飯碗 對大兔子說 想你 我不就在你身邊嗎 大兔子說 可我還是想你 小兔子撿巴撿巴嘴 我每吃一口飯 都要想你一片 所以 我的飯又香又甜 哪怕是我最不喜歡的捲心菜 大兔子不說話 只是低著頭 繼續吃飯 我想跟大家說 當小兔子一上去大兔子的時候 不喜歡吃的東西都好吃 是不是 不是給他一些好吃的東西吃 是不喜歡吃的東西 都又香又甜 大兔子和小兔子一起散步 小兔子一奔一跳 對大兔子說 想你 我不就在你身邊嗎 大兔子說 可我還是想你 小兔子點起腳尖 我每走一步路 都要想你一片 所以 再長些路 走起來都輕輕鬆鬆 哪怕路上滿事來臨 大兔子不說話 只是萬日遊地 繼續走路 大兔子也是不說話的 但小兔子一想起大兔子 再難的路 都好走了 大兔子和小兔子 坐在一起看月亮 小兔子拓著下巴 對大兔子說 想你 我不就在你身邊嗎 大兔子說 可我還是想你 小兔子 歪著腦袋 我每看一眼月亮 都要想你一片 所以 月亮看上去那麼尾 哪怕烏雲借擋了他的光芒 大兔子不說話 只是抬起頭 繼續看月亮 一想起大兔子 沒有了月亮 都覺得月亮仍然在 大兔子和小兔子 該睡覺了 小兔子蓋好被子 對大兔子說 上來 我不就在你身邊嗎 大兔子說 可我還是想來 小兔子閉上眼睛 我每做一個夢 都要想你一片 所以 每個夢都是那麼溫暖 哪怕 夢裡出現妖怪 我都不會害怕 大兔子不說話 躺到床上 小兔子長大了 要離開大兔子 就會忘了細塗的艱辛 對你的思念 也會化為我的力量 大兔子不說話 只視扭著小兔子 望著遠方 好將 看到小兔子成功的 榮歸故里 就在春暖花開的時候 小兔子回來了 帶著滿臉的歡笑 幸福和自豪 大兔子緊緊地扭著小兔子 小兔子高高興興地述說著他一生的精彩 大兔子含笑地聆聽 注視著興高采烈的小兔子 直到小兔子不知不覺中睡著了 嘴角還流露出幸福的笑容 大兔子輕輕親吻小兔子的額頭 默默地說 其實過去每年每月每分每秒 我無時不再上來 嘲嘲地上 黑骨銘心地上 這個其實就是祈禱 有首詩 貧夫小玉 小玉 玄無時只要彈郎 形式聲 一個人出嫁 戴著一個婢女 叫小玉 嫁了之後 他不斷地叫小玉 小玉大聲叫 小玉來 什麼事?沒事的 其實他不斷叫 其實是想老公聽對他的聲音 其實這種心境叫做 魂牽夢凝 朝思無上 這個才是靈修 是天人的交往 天主想著我們 我們都想著天主 這種思念其實是一個力量 思念可以讓人戰勝困境 不是沒有困境 而是不怕困境 信仰可以改變心境 從而改變環境 愛可以使不可愛的 變得可愛 天主一直在想著我們 其實天主愛我們 多過我們愛我們自己 天主認識我們 多過我們認識我們自己 天主的安排 其實遠遠勝過我們的精打細算 過了七十五年 其實我一直都相信你 所以我很喜歡這個故事 他愛我們 和他為我們安排的一切 其實是量身訂造量體才衣 你這種心境 才叫做祈禱 對天主不斷的 雲輕夢凝 和朝思無上 好 今天我們就說到這裡